澳洲參議院在對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問題調查後 在其報告中建議政府建立國家安全熱線 義工人們舉報尤其是來自中共的外國干涉 工黨參議員還表示年輕人正在對抗中共 澳洲參議院外交、國防和貿易委員會 這次的調查結果令人感到不安 調查人員得到一些相關的證據 表明外國干涉影響到整個社區 個人和一些媒體機構 《大紀元時報》也在這次調查中向委員會提供證據 委員會主席工黨參議員基因在向參議院遞交報告時說 事實證明外國干涉是這次調查的一個關鍵問題 基因說不幸的是一些證人感到安全受到威脅 無法公開作證 我們從一些人那裡聽到不公開的證據 他們一是因為過去和原籍國政權的經歷而感到害怕 一是他們擔心他們的家人 這些家庭或者是在這裡 或者仍然在他們的原籍國 這位工黨參議員說證人在談話中必然提到 讓證人感到威脅的國家政權 基因說這個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 自由黨參議員艾里克·阿貝茨向《大紀元》表示 澳洲人不敢向議會調查作證 說明迫切需要提高對國家安全熱線的認識 以保護澳洲僑民社區揭露外國干涉活動 阿貝茨電言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群體 希望這些證人同仇敵蓋譴責中共